Hello大家好 我是小豆蔻 又到了豆蔻的星期时间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 围棋少年 围棋是一种已经流传了四五千年的游戏 那说起围棋 就一定会说起一个奇闻意识 在南朝的树印记里 是载了有个乔夫拿着斧头刷着坎柴 在一个山洞门口看到几个虫子在下棋 于是就兴致勃勃的看了起来 看了很久很久 下棋的童子终于抬起头 这乔夫说 你咋还不挪啊 这乔夫一看 手里的斧头 竟然已经 烂得腐朽了 等他再回到孙子里 你才认识的人 噢 不用了 因为他看齐时代太入迷茫的时间 于是后来就有了烂磕这个词 原来讲述事物变迁的很快 光明非逝 也就是因为这种容易成迷 让人上午的特点 围棋在古代也被称之为 木野狐 宋代的府长陆毅说 人木齐平为木野狐 也其内过人如狐野 说围棋就像狐野一样为内过人 那我身上这套木野狐 黑色非常的淡雅 所以称之为狐 却带有纯洁和高雅 在我的背后有一只 非常灵动的白狐 最有口上的绣花是第二的 拖开在绣身 里面的群头是两只白狐对坐 狐尾妖业的非常迷人 光看这个群头就要入泥的感觉 少如是这种微透的白色 加上灵口精致的绣花 再看到群脉 是缠绕的狐尾 整体看起来可以想象一幅画面 少女狐仙 在林中和自己的尾巴下心 非常空灵的感觉 说完围棋就该轮到少年了 在围棋间有一个著名的CP 特别著名的 好兄弟 泰西平可爱施丁安 当时的人评价 泰西平的行动 就像神龙一样变幻莫测 而施丁安像是老马 持存战场 稳见精密 按摩不禁用现代场景 代入了一下 他俩下席的样子 大概就是泰西平喝着可乐 随手就下 太急了 等对方落死的时候 还要 瞧两眼 正推着眼镜 如泪如电童一般 飞速运算 超级认真的 史丁安 吓得超快的戴西平 嘴角 还不识录成显示的笑 哈 这个画面 我可以 稍微正经 他们两人 从大湖边下的十几局棋 把西服收录成了刀苦史举 这本书大家就还没看过 也一定是听过的了 名声之大 犹如古代围棋界的武功秘笈 大是登峰造极 孤神入化 落子如有仙气 这一台的认为 可是我国维棋无处理的典范 虽然我其实不大会下围棋 但网上有很多分析当户时局的文章 看这些文章的时候 你简直就在看一个 武侠小说 一位白衣仙人 一位黑衣打侠 刀光剑影 军心动魄 那在古代 一位黑白色的棋子 维棋也被称之为乌鲁 黑白斑斑 无鲁肩 黑子是乌鸦 白子为露丝 就像关西平和施定安 完全不同风格的两个人 就把中国维棋推向了一个巅峰 这大概也是维棋的魅力之一吧 那我身上这套露丝呢 看它的华丽程度 就是倒是本期的CV款 先随意感受一下 两袖的白羽和繁花 非常的精美 非常的仙气 然后我们为爱转身 一只超级仙气的露丝 出现在你的脖子下边 它的羽毛一直蔓延到你的衣袖上 穿这套衣服的时候 长夜便利大家把头发全部盘起来 这样才能完美的展现 我们的景下露丝 我们再看里面的上颅 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豆沙粉 渐变的衣领 精美的绣花 里面的露丝吊带 也非常能打 裙头的刺绣是这样的 最经验的 是这个渐变绣花的大裙摆 有没有 迷醉 转起圈来 甚至觉得裙摆的露丝真的飞起来了 我们细看一下这个露丝的刺绣 绕满了你的裙摆 真的是看在眼里 美到心里 这套穿起来呢 也就是露丝化身的精灵 浑身都充满仙气 这套呢是黑棋子的化身 黑乌鸦的元素 它的配色上呢 是黑金的搭配 超级酷 带一点点攻击性的美感 裙头是这样子的 酷炫狂拽的黑色羽毛 两袖有金线黑线的刺绣 面料本身的纹笔也是黑色的羽毛 那下裙呢 是我们汤的亮片 在黑鱼里闪闪发光的感觉 如果你的家里 已经有了很多浅色系的汉服 那这一套花着光的黑金乌鸦 都太适合你了 非常有热心 那这一套呢 你们一定以为是乌鸦元素吧 其实这一套呢 是乌中露丝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它的白色部分的印花呢 是非常随意的一个露丝 整体呢 是一个潇洒风流的感觉 黑蓝的印花也是非常好看的 像一只浮黑的露丝 它的里面呢 是一个打底的吊带裙 外面呢 是一个这种床床床 脚理开山 你可以像穿睡袍这样 把这个红色的膝带 再腰尖一屑 一定要抽一点出来 这样随意往哪一坐 都是风流亦满静的感觉 这一套呢 才真的 第二元素 它是一条非常日常的 国风连衣裙 而且它的屑体感 我也非常喜欢 首先我最近非常沉迷 黑白格子 而且它的裙感 还拼接了 白色的羽毛蕾丝 挺好看 超级仙气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当我们再次备爱转身 会不会有超大的 这个蝴蝶结 上面的刺绣呢 还是双面的 就像从小到大的 细带呢 打成蝴蝶结会非常好看 那就是这种日常的连衣裙 加入了国风的刺绣元素 就还是让人很喜欢 而且穿起来也非常轻松和日常 和男朋友约会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穿汉服 那这一条小型子呢 将会是你的手选 让你轻松 变美 将 还有一套亥元素呢 是一个露绿色的胶领 那拼接的这个白沙袖口呢 是它最大的特色 领子上呢 有羽毛的这个刺绣 下層是一个墨绿色的 拼接了一串珍珠边 就是一个真的短裙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 快打你哭 接下来我们插播一块 不是本期系列的衣服 老粉可能还记得 去年一段份 我们做了一期 高色新春的主题 那我身上这套 红仙色的席胸套装呢 就非常的亮眼 它外面的大股衫呢 是比较特别的 已经和我身高是一样长的了 所以不论是异常还是绣服 都比过我们目前出的大秀 要来的长和大 所以看起来呢 会对比较的大气 那它鲜鹤的一花呢 是遍布了全身 随便舞动呢 都有红袖招摇 第五 清晨的感觉 鲜鹤和松枝 是这个样子的 里面的上颅呢 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酒红色 身上衬肤色 裙头呢 是刺绣的金色枝鸭 下群这个灰度很高 是一个非常低调 非常斗 特别杀的浅斗沙色 也是非常的显气色 沉浮色 整体看起来呢 就是举手投足 终于一面动人 回到我们的围棋主题 明朝有个叫徐达的人 很会下棋 他下到什么程度呢 连皇帝朱元璋都总找他下棋 但朱元璋的棋就 实在下的不打地 但他毕竟是皇上了 徐达之后每只鞋子都故意输给他 那样饮酒了 徐达让你觉得 嘶 没意思 就对徐达说 啊 你要去赢了我啊 我就把南京的莫愁湖送给你 那这徐达 是真心喜欢那个莫愁湖啊 就肯定的把朱元璋给赢了 朱元璋 蛤 结果输来的朱元璋 非常不爽 你这个狗东西 你这一个湖 你就想装坏了是吧 徐达 嗯 但徐达很激励 他马上说 庞上您别生气 其也看这全局 他竟然把棋子摆成了万岁两个字 徐达是一边排字 一边把朱元璋给赢了吗 对啊 朱元璋很开心了 嗯 好像拿个衣服 真的把莫愁湖送给了徐达 并把他们下棋的那个地方叫顺棋楼 那这还是个旅游景点 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边实在不大会下棋 那我身上这套莫愁呢 就很写意的体现了 莫愁湖边的景象 虽然我没有去过莫愁湖 但徐达那么喜欢 喜欢咯 弄不起胆子 赢了皇上 刚在那里下棋的时候 就算了一定很美 看着鸟蚁 花香 蝴蝶 天飞 就像我身上这个样子 那这套衣服里面的绿色我非常喜欢 它有这种咕哩咕哩的感觉 超级迷人 有一说一二 在看到上衣这个单独的面料的时候 我联想起了我妈的肉色丝蜡 哎 它虽然不是那么少女颜色的面料 但是和我们下棋这个颜色非常地呼应 下棋是那种一片式的尖色樱花裙 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酷 丁页 又活力 这套黑颜色呢 外面是一个可以开开 去自己打蝴蝶鞋 的这样一个小开衫 肩膀上呢 是这种很好看的 红白双尖的胡锦条花刺绣 里边呢是一个简单的刺绣吊带 这个锈口还是很好看的 上面呢是一个红色的 像裙子一样的裤子 主动还是很方便的 穿起来呢就是元气满满的感觉 试着试着开始 要宅 这条日常的机身呢是非常可爱 蓝白的一个配色 就非常的清爽干净 更要适合夏天穿 修口呢是一个莫绸糊的刺绣 还蛮要特色的 然后这个小裤子呢 上面也是有绣花 跟侧面宝袋的这么一个设计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变灵滑滑地 虽然这一期的主题呢是围棋少年 但不仅少年会下棋 古代少女的冰修课 仅其书画 也是包括下棋的 有个有期的现象呢 就是古代的诗传们 在了解少女们 下棋的时候都特别爱用 头上的冰鲨滑落了 也温然不绝 来表现少女们对棋局的痴迷 比如这首少年由 《串缩拆鞋》 《魂不行》 或是这首《欢西沙》 《明晚分鱼》 《魏最后》 文秋鞋也一起还篇 都体现了少女纯笔下棋 无法自拔的那种可爱 但我仔细一想 为什么下棋的少女 大棋都会松呢 难道下棋会秃头 那我身上这块长衫呢 老本子可能可以看出来 它去年就出现过了 也是因为种种原因 才在今日和大家见面 它紫色真的非常好看 超级温柔 不带任何攻击性的美感 上面的纹样刺绣呢 是少女的发三 所以一些飘落的花朵 所以背后也有 两袖是非常华丽的 里面有搭配一个主要 大棋呢是这个样子的 非常低调的颜色 上面还有这种浅浅的绣花 全体看起来呢 就是这种岁月静好 在落花的树下 静手捏其紫 与龟中好友 绝异的感觉 这一套其中原色的原型呢 白绿香尖 变成清爽的感觉 就在录下 就需要这种清爽的配色 上面的绣花呢是白色的 还有寻摆的绣花 清清淡淡的 静静开放 独自幽香的感觉 那胸口呢 有一个长五叠节的设计 外层的裙摆呢是分片的 非常的尖细 修口呢是静样子的 属于那种 同传行中走过 让人平目 春风 自由 淡淡 幽香 对了这一期呢 还有两个小单品 一个呢是这个 露丝刺绣的绣花包 它颜色呢很好看 夏天呢就很好搭配 显色系的衣服 比如我们身上这条 绵衣裙呢 就是很搭的 非常日常 它比较大也很实用 如果我们把面条 放到包里去的话 它还可以变成一个 手拿包 也是非常好看的 另一个呢 看起来像大包子一样的东西 可以拿来当一个化妆包 它上面的刺绣呢 是这种少女发簪 也是很仙气的 而且颜色也超级少女嘛 用这两条蓝色的 调节它的收口 可以这样打结 固定 有两个粉色的小块 可以用来拎或者挂 这个不管是拿在手上 或是放在家里的梳妆台上 都是很甜美的感觉 而且背后呢 有我们十三鱼的logo 每次看到产品上有这个logo 我都会有一种 害羞的自豪 因为自己真的在做一件 很美妙的事情 把一些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 真实的带到大家的生活里 就有一万次初恋的感觉 说回来 它可以装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如果你打算出门铃的话 就少装一点 它的形状能能好看一点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期 围棋少年系列的全部作品 希望大家喜欢 其实今天的我们 可能都已经不大会下围棋了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围棋在中国 几千年的历史中 已经渐渐成为 我们文化基因中的一部分了 比如我们现在生活中 还常用的 棋逢对手 举棋不定 当局者迷 彭光者星 都是来自棋局中的成语 围棋对于中国人而言 老义棋不仅仅是一种游戏 我们在黑白两色之间 永不自然的秘密 从人生到战争 再到嘴看星辰 都汇聚于方寸的棋盘间 围棋被称为迷人的木野狐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大家如果 打游戏打累了 大家阿母闯荡久了 还是可以找一机会 验一下围棋的魅力 好了 我是小豆蔻 关注我并转发这条微博 我们抽了一个 打溜溜溜的新衣基金 你可以拿去买新衣服 或是一部新的围棋 那上期前的每晚8点 都会抽一个新的观众 本期新品 任选一整套 在这条视频的评论里 留下你最喜欢款式的名字 上期后 我会选一个许愿少女 让你直接获赠 许愿款式的一整套 接近的上次时间 是5月13日的上午10点 大家在淘导搜13鱼 别忘了把你喜欢的款式 加入购物车哦 上期前一晚到8点 也会有新衣试穿的直播 直播的时候 也会送给大家 很多小礼物 大家记得 闭上闹钟来约哦 我是小豆游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